6月5日,目前全球规模最大,等级最高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加清站在上海化工区正式落成 此次落成的上海化工区加清站不仅可谓在区内示范运营的20辆上汽氢燃料电池车配套 也将向社会各界提供商业化服务 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,等级最高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全场景加清站 上海化工区加清站占地约8000平方米,氢气日供应能力约2吨 具有氢气加注,鱼雷车充装,燃料电池汽车维护保养和充电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,加清站利用化工区副产清作为清气来源,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现在这个加清站总共刚才大家听到了是1.9吨 1.9吨也就意味着有1900公斤 一般一辆车子现在就是4.3公斤左右 也意味着我们将近可以有450到500辆车左右的日加清量 所以这个量的话,足够我们就是整个园区的使用 据了解,氢燃料电池汽车是用氢气作为燃料代替石油 用燃料电池代替发动机 氢气在燃料电池中与氧气发生反应产生电能 生成的排放物是纯净的水 相比于传统燃油动力总成 氢燃料电池具有能量利用率高,环境友好,安全性高等优势 真正实现零排放的氢燃料电池车是氢能源汽车的终极目标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甘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发展燃料电池最早的区域 并且在工业基础、人才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据他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出台上海市嘉清站的建设、运营以及支持的政策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是中国发展燃料电池最早的区域 特别是上海,大家知道上海在差不多19年前 我们就开始了燃料电池的研发、示范、生产、产业等布局 所以综合来说长三角发展燃料电池汽车 包括轻能产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想预计在下半年会出台上海市的嘉清站的建设、运营以及支持的政策 请不吝点赞订阅